球被抖掉 中場 藍底下身高優勢的Gilbert 球被抖掉 中場的地方大家倒成一片 高國豪的腳是不是被壓到了一下 感覺他抱著他的左腳踝 場上剛才有點一片混亂 前面有人倒後面也有人倒 高國豪對於工程師來講 是非常重要的一名球員 其實今年初他也歷經了一次的腳踝受傷 這一次是被掩護撞倒的林俊吉 這邊稍微壓到一下他的左腳 這個是阿吉先撞到一堵牆 這個是沒有預備好的話 他的整個頸椎會非常的 非常的 會受傷 而且整個會有腦震盪的狀況出現 所以才會造成自己這樣的一個重心不穩 反而去撞到了高國豪 那當然撞到高國豪這個狀況 其實不管是腳踝還是膝蓋 都有受傷的風險 剛才這有點像彈珠台 這邊彈過去那邊彈過來 當然阿吉壓到高國豪這個也算是 非常不碰巧的一件事情 這其實阿吉並不是故意的 他確實真的是撞到一堵牆 然後 剛才夢想家的總經理韓俊凱 是到紀錄台這邊有一個非常大動作的抗議 現在被請到了紀錄台的後方 因為大家剛才重播有看到阿吉其實 被撞了一下是蠻大力的 他也算是保護自己的子弟病 凱總是 護子心切啊 他就說阿吉他們的甘我子 其實每個球員 他都是 凱哥都是非常的疼愛自己的球員 也不希望說任何的球員 他自己的任何球員能夠在場上吃虧 那當然其實這一球 阿吉確實不是故意的 好 那我們後續還要先觀察看看說 裁判是做了怎麼樣的一個判決 讓他有這麼生氣的動作 好 你們的聲音在哪裡 快速了 場上是由田浩 來代替高國豪罰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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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